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这样可以有机会去看世界很自由 就拉丁文化到肥欧的这样的好玩的文化 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变掉了 都变掉了 就是中国的城市给我很大的这样的压力 然后后来为人父母之后 我发现其实教育给我更大的压力 就是我们都会开玩笑 我们80后这一代基本上是高三级巅峰 对吧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什么都会 现在的我们可能连一人二次方程都解不了 就知识到底给我们带了什么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急功近利的去考试 这个让我想起了 我在北欧时候 特别喜欢去幼儿园当义工 因为我非常想去观察 为什么北欧人可以在四五十岁 他依然眼睛很清澈 北欧的退休年龄是75岁 他认为75岁的人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后来我了解到一些好玩的答案 就是在中国比如我的小朋友跟我去玩 是不敢脱鞋的 他会说地上很脏 老是不让碰水 老是说要远离汽车 当然这些都是知识 都是口号 但北欧人怎么做 北欧人是让小朋友呛到水里十秒钟 呛得半死不活 小朋友一辈子都会记得溺水的感觉 水的福利 然后他们会用很大的沙带去冲击小孩子 把小孩子飞出很远 那他就知道惯性力量 那这些肌肉记忆就变成了 人作为自然属性的一个基本的 对世界的感知的方法 而我们的小朋友 其实大量花时间去记住安全的须知 没有重力的概念 看了西麦店的传奇就会跳楼 然后也不会躲公交车 就给我很大的焦虑 然后从我的能力角度 我是个建筑师 然后又回到武汉在大学教书 我想呢 利所能及的办法就是 有没有可能把我童年的一个梦去圆掉 就是带着小孩去造一个房子 这个是后来证明是很有趣的一个事 就是芬兰的教育 已经把建筑学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做全日式的教学 是因为他们观察到 小孩子可能60%不敢画画 但没有人不敢搭积木 他认为建造和搭建 是人作为一种智能动物的一个本能 而且后来我又在想一个问题 在原始社会 大家都去做聚落 做部落 也是人类能够统治一个地球 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在原始的时代是没有开发商的 没有一个开发商说 嘿 我给你这个部落开发吧 你买我的帐篷 是没有的 大家都是协力造屋 共同去建造 所以当时我就一拍脑袋 一二年在武汉想发起一个 哪些好玩的家庭 想和我去造房子的计划 这个事反正大家都不信吧 也觉得挺抽风的 但是报名特别踊跃 三百多个人报名 导致我后来还要去做了 面试和问卷筛选出来 三十六个好玩的家庭 和我去造房子 我先公布答案吧 小朋友是一定可以造房子的 而且造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快速分享一下 我们的从一二年到 截止到今年 我们在全世界造的好玩的房子 其实我们的工作递特别简单 我们认为建筑是可以开源的 中国的特种家具也是拼装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建筑做得像积木一样 像乐高一样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法国 在三亚 在武汉 在各个地方 带小朋友去设计和建造的好玩的案例 这个场面很壮观 就是中国的家庭 三代人挂一树 就是一树人 是吧 其实这个是我本能的一种想法 就是我认为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从小都去具备 接触真实世界的能力 去发现问题 通过学习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去解决掉 我认为这个事的本身知识不重要 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建筑师 而是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有一次去体验 可能未来的人生当中 要不断面临的挫折问题去克服 所以我们一直在盖这种好玩的房子 然后其实问题是接踵而至的 尤其中国的教育 很多家长就很担心说 我的小孩去大学里面上设计课 他会不会设计 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 反正我个人认为 小朋友 在座的小朋友 其实你们只是身体上是 个子矮小的人 你们在思想上是巨人 是想象力极其丰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让小朋友去设计自己的房子 就是他想做什么的房子 自己做设计 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疯狂的想法 而且不限材料 有的用鸡蛋壳 有的用气球 大家都想去表达 我想盖一个怎样的房子 然后因为成果特别好玩 我们还在华科做了一个 儿童建筑模型展 特别受欢迎 这个还卖了票 还收了钱 整个过程特别有趣 就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以理解 中国的小孩 你让他上台去分享设计 是很痛苦的 然后直到第二第三次开始 分享得很开心 然后妈妈很激动 就说我的小孩从来没有这样去表达过 到最后他们抢着上台去分享 我认为其实我们正在尝试改善 教育当中很多硬式的部分 所以当模型做好之后 就真的开始干活了 这是我们最早的天空之城 用了三个月的周末 很感谢这帮硬核家庭 三个月的周末不去陪优 不去上奥数班 然后把时间留给我去造房子 这个有小插曲 后来我问这些家庭 我说这三个月你们不去陪优怎么样了 他们说学习成绩反而变得更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日常的那种加班式的学习 他们小孩子是很疲惫的 但因为周六有才想见到节 他们必须要快速完成作业 然后整个人进入很激进的状态 快速地学习 快速地把作业做完 然后到第三周的时候 家长的群力给我发 我小孩十二点半了 还在做模型 说已经走火入魔了 就是第三个月 小孩子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 所以很多成绩反而变得更好 然后另外一些好玩的变化 就是大家也知道 中国一个很悲观的家庭画像 就是妈妈拿着鸡毛胆子 然后一个沮丧的小孩 然后老爸可能回家都要 就贴着墙边走 是吧 就以免被妈妈的火力误伤到 就是中国的家庭 爸爸缺少陪伴 我们的项目也是 一开始都是妈妈 开着车带小朋友来 然后边上玩手机 到后来发现造房子 这些事可能得需要爸爸 那爸爸就来了 爸爸一开始很不开心 就说我很忙 是吧 我来干活 后来开始是爸爸干活 干得上瘾了 因为他们压力也很大 他们需要在这种 紧张的生活当中 有个地方去发泄 去玩电钻 去干活 特别特别好玩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 干完之后 有四个老爸 妖姬老笋 妖姬老笋 这个房子就盖好了 基本就 就是盖好之后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就是因为它是孩子们 参与的 而不是我设计的 我更多相识 一个技术的 一个辅佐者 那他呈现了一些 特别好玩的形态 比如第一点 他们希望 所有的孩子 在表达设计的时候 他希望房子 是可以生长的 所以我们的竹子 是活的 是活的竹子 移栽过来 然后小朋友 都希望房子 可以飞起来 小孩子是绝对 不想睡在地上的 第三 他们希望 他们的房子 大人不要进来 所以整个房子的 漂浮的高度 是一米六到一米七 就刚好 大人进不去 然后竹子的间距 是二十五到三十公分 就胖一点的 老爸也进不去 然后有一天 一个小孩 他的爸爸给我发消息 说了一句 让我觉得很有趣的话 他说 你给房子浇水了 就是做了这么多年 职业建筑师 从来没有人 用这种方式来 形容一个房子 因为他很怕 他的房子死掉 后来城管就来了 城管就来了 城管说 你们这个 违章乱见 然后后来我们解释说 这不是房子 这是植物 这是竹林 活的 然后这个事 是一三年我们做的 做得很累 头发都白了好多 也垫了好多钱 引起了 其实是两极化的一个评论 因为一二一三年 大家知道 是没有steam教育的 也没有研学 也没有编程 课程都没有 民宿都没有 然后那时候 国外给了我们好多奖 包括剑桥的 年度的教育大奖 欧洲设计年的 年度大奖 给了我们好多奖 国内这边的媒体 就不太敢发这个作品 他们问 甲方是谁 爆批了没有 然后建筑师是谁 我说建筑师是孩子 说给谁用 给孩子用 说谁设计的 我说孩子设计的 然后很多媒体 都不发我们的东西 但好在我们出口转内销 就是在国外 有很多反馈之后就好了 所以我们后来意识到 其实孩子们 他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建筑 很大的建筑的时候 他其实对这个事 产生了某种连接 他认为好像 这个世界和有关系了 所以后来每一年 我们都去回去 翻新这个房子 然后竹子也长得越来越高 就是都挺快乐的 所以出口转内销 就是出口转内销 就是我们先去的法国 15年参加的 法国的气候大会 就是被法国人看到了 觉得太酷了 然后就开始有了 法国的同工 我们去了法国的五所 法国的五所小学 带着他们去做 好玩的课程 然后这个事就走向了一个 更有趣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国外的大学 变成小学了 就是开始带着小学生 去国外的这种 国立的大学 去做工作坊 那为什么说 它既好又举丧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带着一个小学 去做了一个项目 叫月光森林 他们非常希望 有一个月亮的森林 然后这个小朋友都说 我可以想在月亮上画画 非常棒的设计 然后这个项目 我们也做好了 通常在中国的 我们就是这个项目 就结束掉 ending 然后出版 就结束掉了 但他们的野心 好像被点燃了 他们觉得 哇 我居然可以 创造这么好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 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开始用了 西方一个非常好玩的逻辑 就是他们开始众筹 他们自己做了海报 然后接受当地的采访 然后在当地城市的 公共空间当中 寻找哪些问题 比如需要休息 我们需要放松的地方 然后他们开始 就是很严肃的电燃现场 提出问题 发现问题 然后开始把众筹的海报 发到所有的咖啡馆和餐厅 然后右边是我们的小朋友 在中国的小朋友 帮他应援 就是说支持我们法国的战队 我们要改善 这个城市的一些面貌 然后开始产生了化学反应 就是首先 一帮孩子做的东西 我们参加了双爱迪安的双年展 就作为一个社区共建的项目 然后这个钱就筹集到了 就筹的筹帽了 就120%的众筹率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 就是觉得我的想法 我的设计 我筹到钱 开始一比一的去建造 然后多了钱 他们会捐给了小动物协会 就是保护这流浪猫 流浪狗 所以他们就是 从一个幼儿园的 一次性的教学的想法 变成了能够在 法国的一个中部城市 实现一个年度的 城市的公共的艺术装置 这个是我认为在中国 我们无法实现的 在中国家长 更多问我们的是 证书是真的假的 是吧 然后这个证书 这个证书出国能用吗 很多让我觉得 很怪异的问题 这是疫情前 其实法国小朋友 我挺感激他们的 疫情期间 他们还在搞事情 他们开始关注老年人 能不能给城市的 老龄化的社区 做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他们认为 左边是小朋友的草图 右边是真正建好之后的装置 他认为老年需要休息 然后他认为老年需要带孙子 他也希望他的社区 有更多好玩的空间 他们需要有滑梯 这个项目特别有趣 是一个小孩 他奶奶是一个做奶酪的 然后每周末都要去集市 去摆摊 然后他奶奶没有摊 年纪又很大 然后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 可以推着走的 可以收拉的 这么一个移动的摊位 然后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他奶奶居然是Michael的粉丝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Michael 来配图 说服他奶奶 接受这个设计 所以特别有趣 反而我们这个出口转内键 只要我们在法国 现在和法国的文化部 和几个大学 成立了一个机构 叫世界儿童运动 就是他就致力于 用儿童跟社群的方式 改善社区的 改善很多城市的质量 很有趣的一点 也是很开心 很沮丧的 就是我认为法国人 至少在这一点 做得比中国好太多 他们始终认为教育 是个长线的过程 他认为教育和真实世界的 这种解决问题是同步的 而中国很多家长 在座家长一定会关心 我小孩学了画 能不能下个月就画一幅给我 我要看了结果 我钱画出去了 我要看了结果 而法国人告诉我 他说 现在我很难改变 我们市长的想法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 用这种方式 去解决了一些问题 十年之后 当他变成建筑师 规划师 或者市长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 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 就是一个很强 他可以解决 整个团队的协作 跟说服团队 用他的方法 我们特别认为 他可能会成为一个 好玩的市长 非常非常说服力 所以汇报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就是我们做了将近十年 然后几千个家庭 而且大大小小 我们已经盖了八十个房子 我们的计划叫千屋计划 我们希望小孩子 可以在地球上造一千座房子 因为我们认为 改变世界 其实不需要等孩子长大 我们只要一起变得很开心 跟 我认为建筑是个 很快乐的科学 它也不需要永恒 它只要及时地快乐 收获了对环境的反馈 就很好了 获奖特别多 这些是我们在国内做的 其实很漂亮 更漂亮 但它就是没有 我们在法国的机制有趣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 在华科里面 做了一个树屋 我们缠了47公里的绳子 就你看到 一开始小孩不敢上树 到了第二周 三代人刮一树的人 大家会经过一个 好玩的状态 这个也是违建 后来被拆了 但是我会跟小朋友说 我说其实建筑不一定要永恒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过 然后我们又离开 我们曾经给林子里面 留下一些好玩的 美好的瞬间就够了 就是人生也会有枯荣 不可能是人生巅峰 保持太久 所以我们在国内 做的很多项目都很大 很漂亮 然后到田里面盖房子 最后的一个分享 就是因为我基本在生活在武汉 然后去年疫情 其实给整个城市 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们就在想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 开远的去建造 为什么不先解决自己的 周末想去放松 跟休息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开始 在武汉招集家庭 有没有兴趣 和我在武汉的城边 去郊区去盖好玩的房子 结果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 就是我先公亲示范 带着全家三代人去盖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很小 小到只有2米4 乘2米4 同有面积 但是很舒服 还挺网红的 还上了一条 特别特别小 2米4乘2米4 同有面积 因为我认为 回归自然 只需要一个庇护所就够了 不需要 海别墅 是吧 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一个包裹 包裹我的状态 所以我们做的房子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项目正在进行 就今天我们在武汉的营地 还有50个孩子 正在盖房子 正在盖房子 而且我们会一起 做很多艺术的 犯教育的东西 而且很好玩 我们就做了一个月的公众号 已经有将近9000个粉丝 就是大家 孩子真的是很喜欢这种方式 通过我们的协助 大家一起有机会 给自己造一个荒野之家 所以最后一个分享呢 就是 其实孩子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我认为他们是被低估的 他们应该被当做小孩子 他们应该被平等对待 甚至被得到更好的鼓励 所以我认为孩子眼中 是没有任何形状的 它只有无去无去的可能性 为人父母不要否定他们 然后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狂欢起来 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